面對高通膨 高物價帶來的生活壓力 法國總工會二十二號在巴黎的高檔百貨公司 沙馬利丹策劃一場兩百人的罷工活動 而法國國家鐵路員工計劃 從二十三號起 在耶誕和新年要展開兩階段的罷工 到時候恐怕有二十萬的旅客 被迫取消行程 這次品製造商LVMH集團旗下的 沙馬利丹百貨公司二十二號十點 開門營業的時間已到 就湧入兩百名身穿法國總工會 CGT紅背心的示威者進行罷工 白貨公司管理人員隨即安全為例 由疏散所有在賣場裡的顧客 關上大門停止營業 法國十月十一月的通膨率為百分之六點二 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是最低水平 但卻是自一九八五年以來最高的 為了凸顯高通膨 高物價 給領最低基本薪資的勞工 帶來的龐大生活壓力 中共會選擇在這個花費期五千萬 歐元整修聚集了六百多個品牌 貧富對比最大的百貨公司表達訴求 受罷工的影響 沙馬利丹損失了耶丹銷銷售忘記一天的營業額 但法國國家鐵路員工二十三號到二十六號以及三十號到明年一月二號的兩階段罷工 衝擊的可是全國性的交通運輸 預料二十三號的高鐵每三班當中就有一班停駛 週末夜戰節四成的高鐵都會被取消 國鐵公司表示屆時國內外鐵路以及地鐵連帶都會受影響 八十萬返鄉過節的旅客會有二十萬人原本訂好的票 因罷工而被取消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許多必須臨時改票的旅客火冒三丈 公司新聞王滬恩編音